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片段 你现在头脑糊涂起来了 他想 保持头脑清醒 要像个男子汉 懂得怎样忍受痛苦 或者像一条鱼那样 他想 清醒过来吧 头 他用自己也简直听不见的声音说 清醒过来吧 鱼又兜了两圈 还是老样子 我弄不懂 脑人想 每一回他都觉得自己快垮了 我弄不懂 但我还是试一下 他又试了一下 等他把鱼拉得转过来时 他感觉自己要狂了 那鱼竖直了身子 又慢慢地游开去 大尾巴在海面上摇摆着 我还是要试一下 老人对自己许愿 尽管他的双手这是已经软弱无力 眼睛也不好使 他又试了一下 又是同样情形 原来如此 他想 还没动手 就感觉要垮下来了 我还要再试一下 他忍住了一切痛楚 拉出剩余的力气 和丧失已久的自傲 用来对付这鱼的痛苦挣扎 于是 他游到了他的身边 在他身边斯文地游着 他的嘴几乎碰到了小船的船壳板 他开始在船边游过去 身子又长又高又宽 银色底上有着紫色的条纹 在水里看来 长得无穷无尽 老人放下吊锁 一脚踩住了 把鱼叉举得尽可能地高 使出全身的力气 加上他刚才鼓起的力气 把它朝着直插进鱼身的那一边 就在大胸骑后边一点的地方 这鱼骑高高地树立着 高骑老人的胸膛 他感到那鱼叉插进去了 就把生子椅在上边 把它插得更深一点 再用全身的重量 把它压下去 听完之后 你们是不是也体会到了 老人那种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的拼搏精神呢 未来的日子道足且长 而我们将以毕生的信念 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方尚瑞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